部长我今天看了一整天的质询 我觉得非常的傻眼 你们到现在还在说这件事情是平庸的邪恶 但是你们今天呢 说这份所谓的检讨报告叫做 偶心立邪 对方只是利益良善 这等同于你们到现在还在包庇 还在轻描淡写 甚至说这不算情节最重大 我要告诉你 你们这样子才叫做平庸的邪恶 再来逼死人的是分署长 开记者会的时候道歉的是你 跟次长是怎样 分署长是比你们还要大尾吗 今天专案报告我们谈霸凌的事情 他还是请假要躲到22号 那平常他跟员工大小生的时候 怎么就这么嚣张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离谱离谱 这离谱加三级的情况 我昨天看了也觉得非常的恼怒 劳动部先说他22号会出来道歉 我在质询何佩山部长的时候 何部长也说他应该要出来 就指说谢宜荣应该要出来 而他却叫不动一个分署长 后来就连卓荣他院长 以及赖清德总统 也都在分别鞠躬道歉跟脸书上道歉之后 谢宜荣才发表了一篇不痛不痒的声明 而且里面主要都是把劳动部的调查报告 作为自己的护身符 之后就人间消失连考机会都不出席 国民党没有狼性民进党没有人性 因为国民党不是狼所以自然没有狼性 民进党不是人所以自然没有人性 国民党我也是觉得应该要发挥狼性 如果是民进党的话 我想早就发动群众不是包围劳动部 就是包围行政院 要不然是包围总统府 不可能这么轻易的了解 至于这个谢一龙本人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是民进党的体制 民进党的体制是什么 叫做亲密政治 你是我的人 我就刻意的提拔 你在什么歪七八哥的我都无所谓 因为你会帮我跑去办事 事实上我就看到一个媒体 就直接点名劳动部痴案 我认为这个才是 国民党应该要去追究 劳动部是不是都已经整个烂 对于有权力的人你根本不敢碰 对于那个员工的检举案 你就吃案了 我觉得要进一步深究应该是这个 可是国民党就没有像李宇祥这样的资料 因为李宇祥在这边上过班 他替代意 他里面很多人他认识 所以我是觉得 因为大家也有人在问 说这个地方就在新北市 新北市的议员为什么只有李宇祥知道 这个你要有一些内线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劳动部这个部门 长期来已经高度绿化了 找不到国民党的人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他这个单位连续两年离职的人这么多 劳动部都没有感觉 而且因为这个事情 11月4号早上就发生了 那劳动部是多久才知道的 我听说是11月8号 就北分数据一样 因为坦白说 公务机关有员工亲身的 这个不是第一例 那有很多机关后来就没事 实际上媒体有没有报道 有 我有去查 11月5号也有好几个网络媒体都报道 是 那就简单一些 想说有人亲身这样 是 没有细节 那可能他就想说这样就过关 所以劳动部 他自己也没有建立一个制度 比如说徐国勇 就是说他以前当内政部长 他会去查每一个单位 每一年员工调动的比例有多高 那北分数是非常明显的高 逼死了一个劳动部的同仁 但是却没有勇气出来面对 反而还批评是网友网报 甚至说这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应有的状况 让大家怀疑你背后的靠山到底有多大 也要再一次的谴责 举明春前部长以及陈局监察院长 他是人权委员会的委员 竟然没有针对人权去说半句话 不过是在找人推卸责任说 他并不认识这个谢依荣 那再来了许明春 他跟这个谢依荣之间的交情匪浅 是我们大家过去就已知的事实 那怎么会出了事以后装不熟 我觉得这是非常夸张的事情 我建议赖总统钦德兄 上一个灵堂去上个乡 阿修在这个时候 阿修不是怪力 但阿修的委屈 你去听到他们的口声的时候 你回来才会知道说 往后你要用的部长 在文官的升迁里面 文官的工作环境里面 你要怎么去寻塑 一个比较正常的环境 不要说优质 建议勤德兄到这个公务员的灵堂 上个乡 真正跟家属面对面的质疑一下 我们一位认真的公务员 在劳动部的霸凌之下 他交出了工作 同时也交出了他的生命 部长我看到你在背询时落泪 你真的也该落泪 你劳动部的员工今天走上绝路 这么认真的员工 辛辛苦苦努力的员工 不是他而已 多少北分属员工 被这一位长腕霸凌压迫 而这一位员工走上绝路 你当然该感到难过 可更该难过的是他的家属 更该难过的是 我们所有的公务员 更该难过也生气的是 今天劳动部是管劳工权益的单位 你们的单位竟然发生 霸凌员工致死的案件 你叫全国的劳工 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就是全民之怒你知道吧 两哥你怎么看 有人说这个赖总统真的用人 有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 反映出他的圈子很小 很多人我认为他很不熟 他很不熟 当然就是人家推荐进来的 有一些我觉得 因为他认识的人不够多 所以他就很重视忠诚 班辰日凯怎么会有机会 接交通部长 我觉得他跟蔡英文不一样 蔡英文虽然圈子也不大 可是蔡英文认识 不少上流社会的 人卖广 比如说张忠谋 李远哲 所以他们这些 比较上层社会的人 会帮他推荐一些人 那他们就等于是 也要帮你做一点考核嘛 可是我觉得 我感觉蔡英德 透过了那个管道推进来的人 都是政界的 在民进党里面是神啊 懂吗 那民进党是台湾的执政党 当然他就是神里面的统治者嘛 他现在坐在监察院里面 避逆四方 谁敢惹他 他提拔了谁 许明春啊 现在又要选高雄市长啊 那许明春 奉陈菊的命令提拔谁 提拔了谢怡荣啊 这还要解释吗 所以那个书长 那个好可怜的书长 我会出我房秀 一句话都不敢讲说 陈菊叫我提拔他了 我提拔就是陈菊的人 我要拍陈菊的马屁 他有一个 现在爱荆德到处找人 陈菊毅也是陈菊的人 不是吗 全世通天 安屋无能腐败 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一提拔就是他 人员都有一本 陈菊 vamos 在何时 没有闻 又不是 死晴 今天誰在掩護謝宜龍 讓他可以躲起來 不用面對公眾 不用交代真相 不用懷今天往生的公務員公道 就是你們這些可惡的大法官 全世界國會都有聽證調查權 他把國會聽證調查權沒收掉 我跟各位說 今天組織調查委員會是萬分當中的無奈 但謝宜龍他不出來 他不出席 他不接受調查 你能拿怎麼辦 因為你拿他沒辦法嘛 今天若不是大法官把聽證調查沒收 謝宜龍就要到國會來 跟所有被霸凌的勞工 被霸凌的同仁 還有往生者的家屬 說清楚講明白 他到底是如何的蠻橫 他現在可以躲起來